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 就是国际著名的柔道大师安部一郎 昨天这位84岁高龄的老人 在北京的一所使馆学校 为柔道爱好者们亲身授课 虽然老人年事已高 可动作依然敏捷 每一个姿势都进行细致的讲解 学员们听得寄精会神 做起动作也有板有眼 不过记者发现 听课的学员基本都是外国人 中国的柔道爱好者寥寥无几 这可能跟柔道在中国的普及有关 只要有关方面邀请 我会再来中国讲解柔道 柔道用名柔术 起源于日本 它将中国的踢 打 摔 拿 以及日本的武器融为一体 是一种对抗性很强的竞技运动 1964年入选为奥运会比赛项目 在近几届的奥运会比赛中 中国选手在不同级别上都获得过金牌 此次安部来今 旨在加强柔道在中国的普及 增进中日的体育交流 本台记者报道 必会讨多多举 特径 请注意 感谢观看